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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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帐篷换更多的柴火 此话一出 暴脾气的张于喜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张于喜气得用手指着王宝强大声呵斥 要多换一点那就是两顶帐篷 不愧是社会我齐节 根本不在乎这是在录制节目 也丝毫不理会王宝强 并坚持自己的底线 但是王宝强却始终不愿意 直言那就不换了张于喜 将话料在这之后 便转身离开 随后王宝强好友去 独自一个人自言自语 还没怎么的就搞得生气了 伤心 王宝强一脸无奈的表情 让人心疼但又很好笑 遇到张于喜这样脾气的女生 估计谁都说不过 他不过张于喜也没有错 原本就是一点柴火换一顶帐篷 不可能将人家的柴火换完这样 谁都不乐意希望宝强下次能避开张于喜一点 不然又要受委屈了